推出個人首張專輯 凡人的蕭秉智 日前舉辦唯一場新歌演唱會 不僅精心安排歌單 還免費開放粉絲入場 只是彩排的時候 大家好 我的蕭秉智 好可憐 意外你 好可憐 只想要守護你 直到我們的老鼠 你沒看錯那花啦啦的 興奮大雨 讓頂著凡人風格的秉智 越彩排越擔憂 就怕壞了晚上的演唱會 這是彩玉趕緊為秉智 準備摺點東西 現在狂風暴雨 太恐怖了 像颱風一樣怎麼辦 怎麼辦 還好晴天 剛剛同事給了我兩個晴天娃娃 對 本來想說要做 小型的晴天娃娃 還滿可愛的 但這個形狀怪怪的 好可憐 小型的晴天娃娃 不夠 不夠 我們這邊為你準備一個大型 超大型的 真的嗎 我們為你晴天娃娃出場 妳好艷熟喔 妳的背影 妳好像很常在電視上出現喔 我是晴天娃娃 妳是晴天娃娃 真的像真的 然後讓那個名字來畫上 她的表情 好 沒問題 晴天 晴天娃娃為什麼要怎麼畫 就是一個 我自己睡 就是戴眼影 好 妳畫另外一面也可以 我這樣 沒開眼笑 對 而且她有開眼笑 好 一個鼻子 不會 要畫太陽 我從那邊畫幾個太陽 這樣可以吧 沒開眼笑 再一點眉毛 我小小小 再一點眉 然後 會有點碎了 這樣有什麼毛 太陽畫在哪裡 妳自己畫畫好像不像毛 對 我畫得超醜的 再畫一個太陽好不好 好 好 知道 太陽人 等一下報情片子說 這樣畫畫的 好 走 好 走 好 走 接下來這種步驟就要把它撥 掛起來 對 1 2 3 2 3 6 6 OK啦 我希望六點就開始放晴 好不好 6點放晴 6點放晴 拜託囉 拜託老天爺 拜託 不知道是不是特製大型晴天娃娃 真的發威了 還是老天爺也感受到秉智誠心的祈求 看著雨漸漸變小 甚至開始放晴 讓秉智和Erika都鬆了一口氣 還開啟新髮型的玩笑來 很好看 很好看 很年輕… 沒辦法一直愛上 太愛上 好 就是今天有點不一樣 好 好 那今天兩個人唱會不會有一些 比較特別的述動 遇盡今天 他力道說很多耶 親密 妳有問過妳左腳嗎 沒有 還沒問 是妳自己單方面的很多 還很多 內心心 有內心 很準 內心的小區長 因為我們看前上會那一天 Erika是比較主動的 是… 我一直都是比較主動的 好 怎麼可以讓女生主動呢 今天靠你了 因為看到天使的海峽 OK 因為非常隆重介紹她 隆重 兩拍的時間 對 兩拍的時間 兩拍她就得 歡迎Erika 歡迎Erika 然後這邊一個主動 太少了 來 錯過 歡迎Erika 謝謝你 喔 看來想要好好介紹 藝人出場 時間點可要抓得恰恰好 不過除了Erika 還有位神秘嘉賓 也默默的帶了個小禮物來探望 給秉智一個經濟啦 今天來探班嗎 對… 因為之前我們有一起做 那個一起聽 對… 秉智哥有邀請我來 秉智哥… 我怎麼會秉智哥 秉智哥 好 哥的等級 開心… 你今天可以一起來聽一下 對… 開心 而且我找到她的姓了 所以現在要進行一個交接遺事嗎 交接遺事 讓我… 我沒有丟 但是… 因為最近活動多 所以卡片啊什麼的 都先放在一起 這些 不要多就對了 我要再找一下 好 沒關係 找到再交給你 至少餅子哥有帶 餅子哥 交接遺事 好 YA 好 這是我穿機色的 好 謝謝… YA 我得到摩椒妹妹 今天雨霞那麼大 我們有移住打銷店嗎 沒有耶 都還是決定要怎麼樣來一下 感人 對啊 快哭… 還是很緊張 秉智好像要飛機 今天還來看 所以… 秉智好感人喔 我認識 我該怎麼玩呢 沒有… 這突如其來的小插曲 稍稍舒緩了 秉智即將向場的緊張感 而離開場時間慢慢逼近 秉智也趕緊準備好 自己的最佳狀態 秉智現在會緊張嗎 好像有一點 真的嗎 不要假的 一定不緊張你知道嗎 不要假的 也就跟你說吧 看台都會站滿你的看台 記得要跟二、三樓的觀眾 有 到小巨站一樣打招呼 有… 在慢慢粉絲起爆現場的感動下 秉智也滿足全力 接連唱了二十多首歌曲 伴隨著超high的氣氛 和歌迷們一起度過一個難忘的夜晚 太會了 不知道我比較小 比小巨蛋還high的感覺 怎麼會這樣 小巨蛋不用飯了 就是以後就這樣就可以了 真好感動 我也嚇到了 因為我本來後面 我覺得很多人 很多 我本來以為就可能 點點這個比較好 所以今天沒自信 對啊 聽說已經排到那個市政府 其實還好 國國紀念館站 國國紀念館站 而且真的整個人是從小 我們現在打雨清的 對… 你辛苦了 當然了 對 然後就一直聽到說好帥… 對 然後好像沒有在心上 一個問題 這樣… 先進去怎麼樣 好啊 開心 但覺得可以再表現更好 剛有 我本來 沒關係啦 大家好像沒在看你跳舞 是嗎 你是跳舞那樣嗎 我有發現好像是耶 跳舞那樣沒有什麼叫 還是以後剛才跳舞比較好 我以後就 對 我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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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好像我才剛上去唱一下 可是你現在在唱電話 你不然是結束了 對啊 因為以前可能就是上那種三十幾首歌 剛剛有沒有想哭的感覺 剛剛還好 我發現我現在就在這種大場上面 我哭還會想哭 所以很少少才會是不是 不是啦 就是就是現在好像已經 不像以前是那麼容易情緒起伏的 所以我現在 就是穩穩的跟他訴求我的感謝 我覺得這歌一定好好留起來 因為等到他再次戰勝 哭得痛 對啊 哭得痛 如果再次戰勝可能會哭 到底會不會哭 就留帶秉智再度站上小豬蛋見真仗 讓我們期盼著那一天快速到來 完全樂 蔡文學尊喜 逼文明鎮 獨家台 董花刀